我们都知道人类是从原类演化而来 研究指出,人类演化至今共有数百个突变 而你知道哪些进化对于人类是最重要的吗? 欢迎来到脑部记,今天要来看五个最重要的器官演化 让你成为今天的人类 第五,下额 原类咬合力量是可以轻松咬掉一个人的手指头的 对比人类的下额肌群就显得比较弱小 这是因为人类的基因里面有一种叫做MYH16的突变基因 它编码了一个基蛋白,让人类的下巴肌肉以不同的蛋白质形成 下巴变小之后,人类的骨头与大脑体积就跟着变大 人类的下额之所以演化,可能是因为我们再也不需要靠咬合来攻击了 第四,大脑 大脑可以说是人类与动物差异最大的构造 一般人的大脑体积从1200立方公分到1500立方公分不等 比人类大了三倍 研究发现,人类现在的大脑和滚雪球效应有关 一个突变影响后续的突变,才会让人的大脑持续进化 将人类与黑猩猩的大脑相互比较 会发现人脑拥有很大的皮质 人们吸引围长动物却无法做到的一些能力 像是规划、推理和语言 就是发生在人脑最外层的皱褶上 第三,能量 人类因为演化了大脑的关系 在思考上就需要提供更多的能量 也因此,人脑在休息时会用到身上大约20%的能量 其他领长动物只需要8% 将人类与人类比较之后 发现人类在大脑和肌肉运输葡萄糖的基因上有些不同 这样的突变表示有更多的葡萄糖运输蛋白进入人脑的毛细管 取代了肌肉毛细管里面的运输蛋白 也就是说人类为了发展智力而牺牲了体力 第二,语言 2001年研究发现人类有个称作FOXP2的基因突变 这改变了人类开始学习说话的规则 也就是哪些特定的发声动作会发出哪些声音 甚至还可以影响人类说话的语法 更有研究将人类的FOXP2基因放进老鼠体内实验 并发现基因突变后的老鼠叫声有些不一样 在他们的超音波叫声中出现了小小的低音 也因此确认FOXP2在人类的语言演化扮演重要的角色 第一,万能的手 从石器时代到现代 人类的演化都相当仰赖灵巧的手 研究发现人类的手部演化来自一个叫做HACNS1的DNA区块 人类从黑细星演化之后 HACNS1经历了16次的突变 发展出更灵活更能发挥作用的肢体 有实验将HACNS1贴上老鼠的胚胎上 发现突变的老鼠前爪会动得更举烈 也印证了人类的手腕和手指 是怎么演化成如今灵活的状态 看完这五个器官演化 哪个部位让你觉得最重要呢? 如果想知道更多关于世界上有趣的冷知识 都欢迎在下面留言 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可以帮我按喜欢和分享 想看更多可以订阅这个频道 那我们就下次见啰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